送到提前热好的烤箱里面进行烘烤 那如果大家害怕这个糖浆会落出来 底下可以垫一个烤盘去烘烤 这样免得大家烤箱脏了 250克的吐司盒我们是需要烤26分钟的 如果是450克的低糖吐司盒是要烤28分钟的 吐司已经出炉放凉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品 这个吐司呢 它的上表面是有酥粒还有黑糖的糖浆 整个切开呢 里面是有麻薯还有黑糖 馅料是非常丰富的 口感也很丰富 吐司本身是非常柔软的 那这个麻薯它是Q的 红糖它有甜味 反正咬下去就是料很丰富 很好吃 也是非常非常软的 这是吐司的切面 那这个吐司呢 它的气孔不会非常的绵密 但是整个吐司虽然料很足 并没有有沉寂的地方 那我们的组织大家看一下 这是其中的两片 里面有黑糖有麻薯 组织的部分就是这样了 这一部分教大家自己熬制黑糖的糖浆 那这黑糖糖浆是装饰整个面包表面用的 所以对于它的吸稠度要求不是特别高 而且做法非常简单 锅里面是黑糖 撑凉好的水 放到锅里面来 接下来开火 在熬制它的时候 因为量是很少的 开一个中等偏小的火力就行了 同时用小一点的锅来熬煮 在熬煮的时候可以不用去搅拌它 这时候已经开了 那需要蒸发一定的水分 可以把火力稍微调小一点 只需要把这个糖浆熬的稍微浓稠一点就OK了 不需要它焦化 也不需要它非常非常稠 此时锅里的糖浆还是比较稀的 稍微再熬煮个一两分钟就好了 非常简单 大概熬了四分钟左右 我们看一下熬好的糖浆状态 用这个小刮刀划过整个锅底 能够留下痕迹 但是这个痕迹呢 它是可以消失的 稍微有一定的浓稠度就可以了 除了观察锅底 我们还可以观察刮刀提起来糖浆的状态 暂取一定的糖浆用刮刀提起来 最后的时候 可以看到糖浆缓慢的低下 不是像流水一样的低下就可以了 当然它也没有非常非常稠 熬好的糖浆常温放凉就可以食用了 那当然这个量已经是可以做的最少的量了 再少就不好做了 那多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放在常温里面密封 可以保存两个月 因为这个是糖浆 它的保质期是很长的 随取随用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吐司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最痛用的问题 面包不长个子 其实做面包它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 因为你前面的所有操作打面发酵整形 最终的结果都体现在最后一步 最后一个成品 所以如果是不长个子 你一定要往前面去倒推 说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这个黑糖麻薯吐司 虽然它料很多料很足 但是这个面包 它一定是会在烤箱里面长个子的 不需要有明显的膨胀线 但是绝对它是要长高的 是蓬松的 柔软的 如果它不长个子 最大的可能性是 打面的问题 这个面一定是要打到完全状态 很多小伙伴对完全状态是有误解的 觉得这个膜一定是要薄 它的重点是薄 其实它的重点是薄加上韧 这个膜一定是有韧性的 有一定支撑力的 如果这个膜它是没有支撑力的 经过你的一次发酵整形 包括二次发酵以后 它就不太能够支撑起整个面包的结构 那它就不太可能会长个子 只有这个膜它够薄够韧以后 它才能在烤箱里面去长个子 这个打面的状态 一定需要大家多去把握 面打好了 其实你在后续的操作中 整个面团的可操作性就会非常强 什么叫可操作性非常强 就比如说你整形整得不好 或者是你把这个面团的面筋 有一部分给它破坏了 或者怎样 它还是能够撑起来 你的整个组织整个结构 但是如果面没打好 基础没打好的话 那整个接下来的操作 如果你有失误的话 你就可能导致最终的结果不太好 比如说不长个子 体积小 在烤箱里面越烤越矮 绝大部分的不长个子 跟打面真的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然跟你接下来的整形 发酵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面打好是重中之重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节课 都会花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来讲这个打面 面包不长个子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烤箱的温度 没有把握的很好 什么样的温度才能让你同样的面团 膨胀的更大呢 一定是上火低 下火高 那会议小伙伴说 老师我烤箱上下火不可调 那就把它下移一层 更靠近下发热管 远离上发热管 它的原理是下火高 我从底下把这个面包 烘烤成熟 整个气孔是往上走的 如果你的上火高的话 那上表面先截皮 整个吐司 它就不容易膨胀了 一定是上火低 下火高 但是我们要求的是 上下表面上色 尽可能一致 所以说很多小伙伴 烤出来面包 一看成色不好 皮很厚 或者是塌陷 或者是你不长个子 其实都跟你的温度 是有关系的 我们在烘烤面包的时候 一定是不停的摸索 整个烤箱的温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 通常大家会问我 老师 这个一次发酵多久 二次发酵多久 我在上课也一再强调 发酵的温度是固定的 时间是不固定的 通常会有小伙伴说 我的二次发酵非常慢 尤其晚上做吐司 这么一个小时 它也不好 一个半小时还不好 两个小时还不好 那通常 一般的面包 正常流程下来 我们的二发 在五十分钟到 一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是能好的 发酵慢 检查一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打面的温度低 第二个 二次发酵的时候 是不是温度有点低了 第三个 你的这个面团 是不是支撑性不好 它本来就发不起来 而不是它发酵慢 首先要排除的是 你酵母的活性是OK的 结合着来看 那做面包呢 它的影响因素是比较多的 一定要去观察 要去思考 第三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面包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 出炉后形态比较好 就我们在编辫子的时候 会有大有小 那在上课的时候 我有强调 比如说咱们三根这个辫子 对吧 编的时候 一定是中间的放在一起 然后在编的时候 不要过紧 如果你去拉它 比如说这个面团 我们搓长的 长度是一定的 你在编的时候 把它编紧了 那这个面团就被你拽长了 这一块它就变细了 它自然的 它就会塌下去一点 然后有一块面团呢 它就会鼓起来 所以说 我们要顺着这个面筋 然后正常的 正常的松紧 正常编起来 不要拉拽 不要太紧 把它编起来 就可以了 除了编辫子的时候 这个力道 还有就是咱们搓的这个粗细 尽可能的粗细 均匀一点 那出来的形态 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 在做这个吐司的时候 这个形态 咱们还是需要多练习 第四个 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个面包 它会漏糖 其实这个面包呢 如果它侧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成品图侧面 其实也有糖浆漏出来的 这个是蛮正常的 如果是整个面包的底部 这个底部 漏的 很多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咱们在捏盒的时候 没有捏得太紧 没有把这个糖包得太紧 漏出来漏太多了 这个不行 烤的时候要垫一个烤盘 反正这个糖漏的太多 你在打包的时候 它就会黏黏糊糊 最后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就比较笼统了 就说这个面包 为什么我做出来不好吃呢 或者是我做出来的 感觉跟我想象的差距很远呢 就是或许说你这个面包 如果体积看起来也很正常 但是正因为咱们这个面包 它本身它就是有颜色的 其实不太能看出来上色的情况 面包如果烘烤过了 你吃起来也会比较不软 或者是不能达到咱们预期的效果 像这种加料的吐司 它一定面包体是柔软的 烘烤的是得当的 这个皮是薄的 如果你烘烤出来 这个皮切起来都是脆的 要扎的 那肯定是有点烘烤过度了 老化也是很快的 你把它放在当天吃也OK 第二天吃你会觉得 这个吐司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吃 那当然跟咱们这个有关系 烘烤是有关系 操作有关系的 第二个 任何面包 尤其是日式的面包 这种软面包 我更推荐大家去复烤 或者是复热 关于面包的复热 包括三种方式 通常来说我们会复烤 170度烤个6分钟左右就行了 那这种对于是没有冷冻的面包 就是常温的面包 如果是冷冻的面包 面包咱们可以冷冻切片保存 冷冻的话 就是我是也是170度 只不过烘烤的时间会更长 不需要解冻 我就直接从冷冻时拿出来烤就可以了 第二种呢 这种方式比较适合这个牙口不好 或者喜欢超级湿润的小伙伴啊 就直接拿出来蒸 不管你是常温的冷冻的 你就拿出来蒸 蒸软了 真的会非常非常柔软啊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微波 就是咱们常温的这个面包 微波10秒左右 其实对于咱们这个面包来说呢 很适用 因为咱们有黑糖 还有麻薯 一加热以后啊 这个口感就会更加好 当然如果制作成功 制作比较好的面包 我们不经过复热 直接食用 也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一再强调 我们做的这种是无添加的吐司 它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 在课件里 我也有给大家写 那正常这个吐司 我们常温是三天 然后冷冻的话 可以冷冻一个月左右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面包在快递的时候 它的注意事项 是这样的 这个吐司它是很软的 一般在快递的时候 我会先用保鲜袋把它装好 里面是有充气的 保鲜袋里面充气 一部分目的是为了防止它被压扁 第二个是为了给它密封 保鲜袋装好以后 再包上咱们正常的吐司的打包袋 这样子双重密封 顾客拿到手里面 这个面包它是会保湿性更好的 尽可能的还原你做到的 最佳的这个口感 刚才这个最佳的使用方法 就是咱们这个复热的方法 那么这节课呢 关于课程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在这里一一讲解了 我们课程的实操部分 也给大家演示了 整节课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节课 那在这节课里面 肯定有一些大家出现的问题 我没有考虑到 或者我没有讲解到 大家可以到群里面去找我 或者班长提问 带上大家的图片 做面包的话呢 尽可能的附上你打面的图片 和你最后的成品图片 这样能够让我更加精准的判断问题的所在点 那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节课 有问题记得找我们 同时欢迎大家给我交作业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